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进入神的安息就是真的心灵得到平安 得到喜乐 那当然从圣经来看就是我们要卸下自己的工作 在这一日呢来去亲近神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照着神的方法来得到安息 西伯来书说因为神在第七日停了自己一切的工作并且进入安息 所以今天我们也照着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去做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进入安息 因为我们是进入到神里头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在这一方面来努力 我们要相信说神会带领我们 我们每一周都要追求进步 那我想说只要我们有心 我们肯靠神 那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做到 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一个满有怜悯的神 那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要来依靠祂 那有的话神一定会帮助的 所以都希望我们在做的弟兄姐妹 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 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那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法罗在劝提摩太的时候 他也谈论到他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经历 他是想用自己的一个例子 或者一些的经验 来给提摩太做一个参考 让他能够在信仰各方面能够站立得住 我想说你们有念过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保罗常常谈到这个良心 我们可以念第一章的第三节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主先用清洁的良心 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 无助地想念你 第3节 那这个纯洁的良心 保罗一直在提到 人会离开神也是因为良心不纯洁 或者说这个良心被破坏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 凭着一颗纯洁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先来讲 我们如何得到这个无愧的良心 我们先来念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彼得前书三章的二十一节 这谁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这一节保罗谈到 这个彼得谈到这水洗的重要 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 这个大水的洗礼只是一种的仪式 跟得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在这里我们发语到说 这个洗礼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良心 因为它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 它是要给我们一颗无愧的良心 我们洗礼的时候根据圣经 这也是本会的教导 就是什么 罪得与赦免 人的罪得到赦免之后 他的良心就没有亏欠 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开始我们的良心是纯洁的是神给的 因为我们的良心是没有罪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信心也是很单纯 也是很纯洁的 所以这个无愧的良心要怎么去保守着呢 所以保罗在跟提摩泰勉匿的时候 他一直在谈这件事情 一个人的良心不轻的时候 或者有污点 你发觉到他说他没办法亲近神 我们也可以来看那希伯来书 他也谈到这个保血的救赎 让我们的良心变得清 清洁 我们来念这个第九章 希伯来书的第九章 我们看十四节 九章的十四节 那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尽你们的心 这个心就是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是奉那永生神吗 其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良心可以讲是说是死的 我们是活在罪中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良心 这个良心已经死去了 但是接着洗礼之后 保血的救赎 让我们的这个良心 再次被洁净 所以这里是洗净的 本来是很脏的 有罪的 那是现在洗净的 那我们良心得到洁净之后 我们做事情 就能够讨神的喜悦 我们常常说 有时候我们做事情 是违背良心去做的 我们违背的 go against our conscience 就是说 没有照着良心的去做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良心可能又变得无悔 我们现在就从圣经来看几个例子 因为保罗说 他服侍神的时候 是用清洁的良心 他这是他从他列祖那里学到的 因为他的列祖是这样做 所以他现在也照着这样来做 好,那保罗这一句话 其实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教训 我们服侍神不是凭着一股热情而已 那我们服侍神呢 应该是凭着一颗纯洁的良心 没有清洁的良心很能服侍 你没有办法看神旨意 看得很准 你也没有办法察觉到神的带领 因为良心不纯洁 我们会知道说 我们的那个 耶稣教会的那些工人 前辈 他们 你发现说 他们虽然教育 不是受很高深的教育 但是他们对处理教会的事情 他们判断得非常的准确 我们常说他们是智慧人 那其实有一个关键是什么 他们良心很轻 就是说他这个人没有罪 那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自己 那你发现到那个什么 那个十四万四千人 14万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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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服侍的 你会想说 怎么可能呢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就是说他们是从大患难出来 而且呢 过程当中是主的宝血洁净他们 那就是说他们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经过这个过程 洁净的 那到神的面前也是来的意思 也可以指着说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做出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说他们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是清洁的人 这个人是被洁净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 我们当然要多为神家来着想 这是很好的很对的 那你要做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人 你所决定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要从良心开始 要把良心先解禁 让神来洁净我们的良心 所以你看保罗这样跟提摩太讲 比如说你现在有困难 那为什么不先来良心洁净一下 我是这样的 我好像是你爸爸一样 对不对 我服侍是有清洁的良心来服侍的 那你呢 他其实就告诉提摩太说 那你呢 那你有没有 虽然他没有问出来 但是讲了这句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到底有没有这样呢 那保罗经历很多的这些困难 比提摩太更多 但是他站立得住 而且所做的都是神所喜悦 不是因为他很聪明 因为他常常保守一颗无愧的良心 在神的面前保守一颗无愧的良心 这是我们要去学习 要去追求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念第五节 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生发出来的 如果我们从那个半部诫命的人来说 他当然是神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爱 他的这个爱对我们来讲是完全纯洁的 那是从无愧的良心 是绝对的信心 那这是你看神 神都是绝对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圣经才说 那个命令的总纲就是爱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是从领受的人来讲 你要怎么去领受神的诫命 要有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无愧的良心 我们就重点放在这里 我们人 你跟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体验 当我们的良心不轻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当神的诫命被提及的时候 被提到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安 我们当人们都会有这个经历 当我们感到无愧的感受 当我们在身上的批诫 当我们的批诫命被提及到 我们会感到无愧的无愧 那个俊位圣经就有很多的例子 就好像以赛亚书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好像以赛亚书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些百姓在听到里听得厌烦 就跟神说你不要再来讲了 拜托你不要来讲 你来讲就是讲那些刺耳的话 那听得很难过 那你在看那问题在哪里 真的在先知的身上吗 可能啦 先知太凶了 那还是在百姓的身上 你在看是问题在百姓 因为他们良心已经不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住在罪中 当然没有办法听进去的 除非他们愿意脱离 脱离罪 那他们的良心轻了 他们就能够接受这个诫命 道主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 我们说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是精通摩西五经的 那为什么听主耶稣的道理 听了会发怒呢 你看主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 那个马太二十三章里头的责备 你就知道说他们良心不清 不清洁 所以里头都是罪 那怎么去接纳 接受主耶稣的教导 所以你发现那时候 真的要接受神的话 也是不简单 我们先不要说神的话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们先想说我们接受得了吗 那如果良心不清洁的 绝对没办法 我们就是喜欢保持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头的 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话 那虽然道理听多了 到最后会成为一种压力 一种重担 那你常常这样 当着这个当时 那以后就会厌烦 有时候在教会 你会分析嘛 你会说 这个人 他之前很热心的 那到最后不来教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那会往后退 一直退退退 最后不来教会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心没有好好的去调整 他没有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 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常常捷径自己的良心 所以呢 这个听道理就是一种重担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 我们听道理 会不会听得很开心很喜乐 还是听道理 听得最后说是一个重担 那如果我们听得最后很厌烦 那就是说我们良心越来越不洁净 那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那我们念这个第一章还是第一章 我们念这个十九节 十九节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 如同破坏了 同传破坏了一般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把真道丢去呢 其中他这里有谈到两点 第一就是信心 我们说信心能够保守我们 这个信心就是相信神 相信神的话 那现在信心不在我们心里头了 最终一定会把真道丢去 那第二点是谈到说这个良心 有些人呢把良心丢去了 就是不要良心 丢去就不要了 那我们可以说 刚才我们谈到说良心 无愧的良心是因为没有罪 对不对 现在丢了良心就是说不管了 他们就活在罪床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不管神的话怎么说了 我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好了 这是就是把良心丢去 那结果呢就是信仰破产 那我们知道说这里中文是讲真道 你如果看英文它是the faith 那个the faith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信嘛 one faith in the Chinese it talks about it said the truth but in the English it says the faith the faith就是那个one faith 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头 所谈到的一信 and the faith is the one faith that is mentioned in Ephesians 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 it's our common faith 都丢掉了 你如果活在罪中 那最后是什么 信仰也丢掉 你不要了 and if you rejected all these then you have rejected your faith 所以我们这个良心很重要的 要保守住 so this conscience is really important we need to keep the conscience 我们不是要在人面前做得好而已 it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doing the good things in front of man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所做的要对得起神 and then we have to do things that that's pleasing to God 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检讨 我们也知道说 这是神所接纳的 所喜悦的事 and 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o 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事情 应该是神所能够接纳的 and the things we don't should be accepting in God 那我们如果这样检讨的话 我们就是说保守我们的良心 这个良心 在一个纯洁的这个状态当中 if we do this then we can maintain our conscience in the superior state 那我们在服侍神的事情上 我们就会非常的谨慎 and we will be very careful on serving God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是要成就神的旨意 because we know that when we are serving God we are fulfilling the will of God 不是要来成就人的旨意 but not fulfilling the will of man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 我们说要同心合一吗 要真正服侍神吗 每个人要在这方面来努力 就是要洁净自己的良心 and we know that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so that we each of us can cleanse our conscience 你如果在看那个什么 那个哥林多教会 if you look at the church in current 它分好几党 对不对 它分党派 they got separat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the church is divided into groups the church is divided into groups 好 那他们每一个每一组 我们说每一个派 他们都很同心 and each group they are very united 那是不是说神就喜悦了呢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God is pleased by them 不是啊 no 那为什么 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 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分争 and because Paul said clearly that the foundation problem is the division 好 那你如果是一个良心是轻的人 if you are a prisoner with pure conscience 你不会这样做 you won't do this 就好像保罗 just like Paul 他良心是轻的 his caution is pure 他没有说因为你们这些人支持我 所以我就跑到你那里去 he didn't say because you are you supported me therefore they didn't say you support me so I will go to your place 那保罗没有这样说啊 Paul never said this 他所看重的就是整体教会要同心 那因为他的良心是轻的 清洁的良心才可以做得到 不然绝对没办法的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留意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我们念这个第二节 第四章的第二节 这是因为受访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良心如同被热铁落灌了一般 那这里保罗谈到一种人呢 他的良心好像死了一样 他说没有知觉了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 的良心好像被热铁落灌了一般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 的良心好像被热铁落灌了一般 那没有良心还能够做什么 做事情一定会违背良心 一定会得罪神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哦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我们当然这里他是有一个背景的 就是当在当时呢 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出来传假道 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 这个什么 在后来的时候呢 圣灵明说了 就是讲得很清楚 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开真道 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 那传讲这些道理的人 当然他们这良心早就死了 所以是违背良心的 传假道的人是违背良心的 所以是违背良心的 传假道的人是违背良心的 没有良心的 好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 如果你说你接近这些人 你亲近这些人 你亲近他 那你不听 你听纯正的话语 那你常常在听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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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根据圣经说 有一天 那根据圣经说 有一天你的良心 会死掉 所以我们在教会 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你发现说 有些人对道理 听不进去 但是对那些 荒妙的事情 却很有心 你会发现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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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会中 但他们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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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会中 他说 他良心受影响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把这两节 放到我们现今的生活 我们现今的生活 就是圣经说 我们要多亲近主 多听神的道理 但是你今天 你所接触的 不是神的道理 你是世俗的东西 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很热心的 在听那些录音 然后很听 听那个讲道集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 不做这些事情 我们每天在看电视 看联系剧 那你想说 那良心 会不会受影响 一定会受影响 因为你接触的东西 会 就好像我们今天 我们吃的东西 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如果我们吃的是健康食品 那你身体一定会健康起来 对不对 那你每天都吃那些什么 那些不好的食物 那当然你健康也会受影响 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你如果常常没有接触神的话 那你没有接触神的话 那你良心会受伤害 我常常在想 我常常在想 以这样的一种 这种良心 这种心态 来服侍神 你能够 你能够 为教会贡献什么 保罗的标准是什么 你服侍神一定要怎么样 一个无愧的良心来服侍 我平时都没有保持这样的一个良心 但是我要来服侍教会 你想教会会能够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益处呢 我绝对不能得到益处的 因为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好人 我没有追求 我也不太看重神的话 那要怎么服侍 反而会带来教会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弟兄姐妹要服侍神 这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追求良心 要达到无愧的境界 不单只是你的追求 也是我天天的追求 每天都要这样追求 因为只有这样神才会接纳我的服侍 因为只有这样神才会接纳我的服侍 那你要良心 要无愧的良心 一定要常常被解禁 就是神的宝水 就是神的宝水和洁净 那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你的服侍就是神所喜悦的 神所接纳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能够朝着这一方面来努力 多利用你空闲的时间来去读圣经 来去祷告 来多去听这个道理 你如果真的是把心放到里头去 你的良心会越来越洁净 那你会感受到说在你的工作当中有神的带领 你也懂得怎么去面对种种的困难 所以保罗在跟提摩太讲的时候 他说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 所服侍 侍奉的神 然后他就说不断地为提摩太来祷告 我这样想 如果你是保罗 如果你教一个学生 教到最后他不想干你 那可能你就会责备他 严厉责备他 但是你发言到说他很有耐心的 在这个他很困难的时候 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 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 真的是记念你 我想说这些话都是从清洁良心跑出来的 我们一般人没办法讲这些话 因为他真的是爱提摩太 他也是真的爱教会 因为他是有无愧的良心 所以他讲的话虽然很简单 这却是充满这个智慧跟力量的 所以我们要服侍教会 我们要从这样一个方向去着手 我们要下决心来清洁我们的良心 那这样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就是一种喜乐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教会为了主耶稣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教会和主耶稣 好 感谢主 我们这一节的正道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来唱一首诗 我们唱205首 我们唱205首 谢谢观看